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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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圣圣唯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辞 我今见闻得受辞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好 各位法师各位句师大家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那我们来看课本158月173节 讲到第六行 那这个是仙女外道出家的 然后来问佛 那因为当时有所谓的沙门婆罗门 那沙门里面有七大沙门团 那佛教是其中之一个 那佛教之外的 那就叫做外道 那佛教之外的修行人 那叫外道 那外道有所谓的六师外道 基本上是这样 那六师外道 然后这里面就把它举出来 就是第一个 第一个叫 富兰娜 富兰娜佳瑟 那第二个叫莫且礼 那第三个叫阿奇多 阿奇多 赐舍琴伯罗 那我们先 我们都举前面那三个字就可以了 那 第四个 它写 加罗居陀佳 加瞻眼 那么 一般 有时候写 婆福陀 那 这里是写 加罗 加罗居陀 那一般我们就 有的地方写 婆福陀 那就比较容易记 那就三个三个 那第五个是所谓的 我们先大家看一下 那 第五个是 善若仪 善若仪是这里的 仙舍那 匹罗之子 那 第六个 是所谓的 尼箭陀 就尼箭子 尼箭陀 若体子 好 那我们先知道有这六种外道 那这六种外道它 好 我们一个来看好了 那前面 因为这里的问题是 仙 仙尼 去问佛 这六四外道 都从来没有记说 他的弟子 死后 伸到哪里去 那 这个又牵涉到 有的讲没有后世 那没有后世 那怎么不可能去记说 他弟子伸到哪里去啊 那么如果有后世的话 那就是 有过去是 有未来是 那佛讲证件 基本上 就是 有善恶 有夜报 有过去 有未来 那 有一些外道 基本上 是 强调 没有夜报 没有善恶 没有过去 没有未来的 那 人死了就没有了 或是说 即使有过去有未来 也没有夜报 没有善恶的 就等下我们再来讲 就是说我们先了解到 这个 这个里面再讲六四外道 那六四外道都没有 都没有记说 他的这个弟子 死后是到哪里去 好 那第一个当然就是布兰加瑟 这可以叫做富兰那 那有时候叫布兰加瑟 我们就讲他那讲富兰那 富兰那 富兰那加瑟 那 这个 没有 没有不记说起 弟子所往生处 不管他的弟子是聪明的 还是 不聪明的 就比较智慧的 比较愚痴的 就是比较利根的 比较顿根的 那富兰那都不会说 我这个弟子死后去哪里 那这个当然不会 为什么 因为 富兰那的 富兰那叫做无音论 富兰那加瑟是无音论 我们先了解一下 六四外道 就有沙门 我们讲沙门婆罗门 先把这个了解一下 沙门 婆罗门 那婆罗门是原来的宗教 沙门是新兴的宗教 婆罗门就是 强调废陀的权威的 这个 婆罗门至上 祭司万人 废陀天启 讲这个 那沙门有七 沙门分内外 内道跟外道 内道跟外道 内道 内就是自己的 就是佛教 就是佛教 那佛教之外的 就叫做外道 那外道 外道有所谓的六四外道 六四 好 那六四外道里面 我们稍微知道一下 六四外道里面 第一个 这里讲的叫做 忽兰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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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是无音论的 那什么是无音论呢 其实它否定道德 那否定业报 也认为没有所谓善恶 它比较有名的就是 你在恒河边 恒河的南边 杀一千个人 没有罪 在恒河北边 布施给一千个人 也没有福报 那没有所谓的善恶业报 也没有所谓因果 这件事 那 这个是 傅兰娜 强调的 他只强调 没有善恶 没有业报 那另外一个 他底下接着讲 那第二个 是所谓的 默且礼 那默且礼 是所谓的宿命论 它又叫做邪命外道 就是说 不管你聪明愚钝 它是有未来有过去式的 默且礼 它是所谓的宿命论 不管你是聪明跟愚笨 你没有办法通过你努力 那么得到解脱 那么轮回跟解脱 都是被设定好的 那么时间到了 时间到了 大家都解脱 时间还没到 大家都轮回 那时间到底要多久呢 讲的不一样 有的讲八万节 有的讲八千大节 有的讲 要轮回过几次 那么就是说 时间还没到以前 你再怎么用功 也不可能得解脱 你时间到了 那么大家都解脱 讲这个 所以它又叫邪命外道 它是宿命论来的 那忽然娜 它是无应论来的 另外 我们看下看 底下看 它现在 这个 它说 有莫且离取舍离子 为大众主 就是教主 这是五百大众里面的 主要的 那么师父 那么五百弟子前后围绕 五百弟子都是很多的意思 所有人都五百弟子 那真的都是五百吗 不一定 但是就是很多众 其诸弟子有聪慰者 有顿跟者 那等到他们命中的时候 那么这个莫且离也不会去说 我这个弟子伸到哪里 我那个弟子伸到哪里 但是佛陀有 佛陀常常会记说 他的弟子到哪里去 在家出家的都会记说 那正阿罗汉就没有 你说他正阿罗汉 没有到哪里去的问题 正出国的 生道理天 正二国的 生多帅天 生三国的 生五不还天 在家的 那么有可能生哪里 生哪里 或是度地狱的 也有 那么佛陀有时候会记说 就是会预计 或是预告 因为我们不知道 好 那么西部记说所往生处 这个是第二个 第三个叫做阿齐多 阿齐多赐舍亲婆罗 第五个叫 加罗居陀加詹燕 那第三个是阿齐多 第四个我们一般 都把它叫做 婆弗陀 那么比较容易记 婆弗陀 那么有不同的翻译 那基本上 第四个阿齐多 第五个婆弗陀 第四个阿齐多 第四个阿齐多 第三个阿齐多 第四个婆弗陀 不过这里的翻译不太一样 如果我们就记这个就好了 第五个当然是山洛乙 把他写好了 山洛乙 第六个就是尼箭子 尼箭落体子 好 那就是所谓的六师外道 那这个阿齐多 这写错了 阿齐多 这个是婆弗陀 婆弗陀 那婆弗陀 这里的翻译不太一样 如果我们都三个字 比较容易记 那这个阿齐多 它是唯物论 叫做顺势外道 就是人时候 没有过去 没有未来 这个末且里还有 死了有未来 但是解脱不是靠你用功的 那这个阿齐多 它是唯物论 那 死了之后就没有了 因为死了之后就不存在 所以也没有善恶业报这件事 也没有 这个是阿齐多 他说 这个阿齐多 还有加罗居头 加瞻也 那这个是婆弗陀 婆弗陀是 所谓的元素论 就是人是由地水火风苦热命组合而成的 那么善恶也不受报 那么经过几次生死 那么也可以得解脱 因为 因为 这一些元素 不会被破坏 所以 所以你杀了人 并不能真正把那个人的命杀死 没有办法 也因为这样 所以也没有所谓的善恶业报 它的主张是这样的 因为你不能破坏 这个真实存在的元素 那 地水火风苦热命 这个七种元素 所以你把人杀了 你不可能把那个人的命也杀了 因为那个是没办法被破坏的 那这个是所谓的元素论 那么从第一个到第四个 其实都是否定道德的 没有什么善恶业的 没有 那有的有过去未来 有的没有 好 那这个 那这里讲到 阿齐多 加罗居头加瞻眼 那么先舍那 先舍那是善恶 善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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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善恶是舍利佛目见脸的师父 那么他是不可知论 那 他是说感觉有就有 感觉没有就没有 也不知道是有还是没有 那么 所以他的很多都是 这个不一定的 所以有些人说到是不死角乱论 不可知的 不可知论 另外一个 他这里的是 他先讲善恶乙 然后 然后再讲 这个阿齐多 泼斧头 就加罗居头 然后尼箭 最后一个讲尼箭子 尼箭子是苦行离戏论 我们叫尼箭头 就是尼箭子 他是苦行离戏论 认为他非常地注重修行 他认为你受苦 这个叫做非因即因 就是你受苦 那么你的 一直受苦苦尽你就可以得解脱 所以他在有生之年不断让自己受苦 苦尽 因苦而死 他就解脱了 那这个是六师里面 六师里面 主要的 就是他主要的一个说法 那么六师跟 就是沙门基本上都是反婆罗门的 不管是佛教跟六师外道 通常都是反婆罗门 因为他就是 印度原来的宗教 他就是废陀 就是婆罗门 后来 六三门 他就是反婆罗门 不承认婆罗门至上 也不承认济世万人 也不承认废陀天启 这个是婆罗门的三大纲领 就废陀天启 济世万人 婆罗门至上 他不承认 就婆罗门 婆罗门有三大纲领 就是三大重点 纲要 三大纲领 婆罗门至上 废陀天启 跟济世万人 三大纲领 婆罗门至上 那六师是不承认的 不承认 认为婆罗门是天选之人 是从犯天的口化身的 是最尊贵的 大家都要尊重他 要供养他 婆罗门至上 废陀天启 废陀天启 废陀经是神的启示 不是人说的 是神的启示 透过祭祀 祭祀万人 透过祭祀 可以解决一切的问题 以苦得乐 都透过祭祀 不同的祭祀 解决不同的问题 你要消灾免难 你要征服征慧 你要超度祖先 不管 透过祭祀可以解决一切的问题 那当然 祭祀怎么举行 祭祀当然是婆罗门 因为婆罗门是天选之 婆罗门 送这个废陀经 那么完成这个祭祀 那么完成这个祭祀 它是这样子 那这个婆罗门送废陀 这个废陀主要 这个废陀经主要 那祭祀 祭祀就是按照废陀经所讲的 那么 废陀经基本上 早期三废陀 后来变成四废陀 离聚废陀 叶罗陀 梭巨废陀 叶罗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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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期这个 早期只有这三个废陀 叫做三明 三种智慧 后来把原住民的信仰纳进去 那么 阿大婆废陀 阿大婆是原来的原住民 达罗伟徒人的信仰 那里面大部分都是咒语 阿大婆废陀 好 那就变成四废陀 那 他是由婆罗门 以婆罗门代表 那么 完成 宋灵 宋这个废陀 宋这个废陀 那么离聚废陀 是赞颂诸神的 那 叶罗废陀 就是 就是 他的祭颂 像我们 唱颂也一样 那个什么调什么调 那个音颂 赞歌 他怎么样 怎么样转怎么样转 然后 这里要 什么枪 那里要什么枪调 那这种的 那他规定这个 那 苏摩佛陀就规定 那个仪式仪轨 这边要拜 这边要起来 那 这边送完了要到那边 那边送完了要到那边 反正就是这样 规定这个仪轨 他规定 规定仪轨 规定战歌 规定那个唱 因为 佛罗门很重视犯败 非常重视犯败 然后 他就规定这个要怎么唱的 战歌 比如说我们 举个例来讲 我们 其实蛮受婆罗门的影响的 比如说 我们 念佛之前 要先唱 弥陀战 那 要唱 卢香战 类似像这样 战歌 那里面就是 佛菩萨的名字 那佛菩萨讲的话 离聚会头 神对我们的启示 我们对神的祈求 那这个是神告诉我们的话 那 说谋会头 就规定 这个仪式 比如说 你要失忏 你要做些什么 弥陀宝灿 要做些什么 金刚宝灿 要做些什么 它里面的规定 是不太一样的 那这个 说谋会头 就规定这一些 那阿大佛会头 通常都是 比较不可思议的咒 这个咒 念的会怎么样 那个咒会会怎么样 就摆在这些里面 又参入 念完了 比如说阿弥陀经 念完了念佛 念佛那个调 会念佛 什么佛 不管反正这调不一样 那么完了之后 加上个 会再加上个什么时候 往生咒 那浦门瓶 就一定要加大悲咒 那地藏经 就一定要加灭定月真言 类似像这样的 那就加进去 那由谁来带领 有婆罗门 那么 举行祭祀 那祭祀的这一些 通常就是透过废陀 那里面的记载种种 那其实要 我们觉得跟我们的法会 有没有很像 很像 基本上我们很多东西 就是从那边 不当圆变不当圆变过来的 所以 我们的法会 有点重形式跟仪式 那当时的婆罗门就是这样 那沙门基本上 就是反婆罗门 他基本上都是反婆罗门 他不认为婆罗门至上 不认为你是天选之人 那么由你来带领做法会 才有功效 第一个他不认为法会有功效 我们说这是他们的法会 他不认为你做这个法会有功效 也不认为由婆罗门来带领 才能够达到真正的效果 也不认为你就是要送那些经 才有效果 他不这样认为 他有另一套修行的方法 那婆罗门早期都是升天的 升到半天 那这个是早期 后来改革佛陀时代就有了 就是奥义书出现 那奥义书开始对这个很古早以前的 这个是流行的几千年的 去进行改革 那奥义书最大的两个改革 就是相信有夜报 那么我们是一夜轮回的 不再是天 那就是天决定我们的苦乐 不是夜决定 那众生是一夜轮回的 这个是很大的改革 第二个就是有真我 有真我 那么你修行 那么透过跟犯等样的情境 可以回到犯的犯天上 那么有这样的一个情形 就是说有一个真我 那么你修行 只要认识着这个真我 珍藏着我 你认识着这个真我 你就可以得解脱 那一切都是一夜 一夜轮回 一夜有苦乐 那奥义书他开始提出这两个理论 那当然到了后来 更后期的婆罗门 就有所谓的六派哲学 那六派哲学 六派哲学是在佛灭后才有的 那么 六派哲学是尊婆罗门的 那六派哲学 六师外道在的时候是没有六派哲学 六派哲学是比较后面的 那六派哲学兴起的时候尊婆罗门 但是他们讲的又不太一样 就是婆罗门经过了几次的改革 那后来就变成所谓 我们现在看到的所谓印度教 印度教 早期是从婆罗门 然后六派哲学 然后慢慢起来的 然后变成 就是从这个 婆罗门早期的 四废头 然后后来有很多经典 四废头 奥义书 然后六派哲学 那后来慢慢变成所谓的印度教 好 那印度教的时代 就把佛陀纳入他们的神里面 是所谓的师婆神的化身之一 就变成这样 好 那这里再讲到 讲到 他说 讲到这六四外道 那六四外道 那么 他说 这个 各与五百地址前后围绕 一如前者 都是一样 沙门取团十亿战 二十亿战 那就是所有的沙门都在那里 主要 我相信还有一些小的 但是这个是主要的六种外道 就是六种 不能讲外道 六种沙门 沙门团体 就宗教团体 那么 比论宗言 沙门取团为大众主 其诸弟子有命中者 即说计言 那么 这个 取团 就是世尊佛陀 那么 他一样是教主 就包括六四外道 加起来七大沙门团都有教主 那么他的弟子有命中者 他就会寄说 寄说就是预计 或是受计 受计说 他还没 受计基本上有好几种受计 还没到 比如说这个 受计提伯达多 七天后下地狱 还没到 他先受计 或是说已经到了 他现在死了 他去到哪里 那比如说 陆珠优伯尼的 俗父 附兰娜 陆珠优伯尼的 俗父 附兰娜 陆斯达多 附兰娜 那死了 他的 他的女儿来问 我的俗父 跟我的父亲到哪里去了 他说 你的俗父跟你的父亲 都挣了恶果 生到 多帅天去了 这个就是 就现前的 他已经往生了 他现在去哪里 我们看不到 那就是另外 像提伯达多这一种 七天后下地狱 那他是可以预计的 因为 这个形式改不了 夜暴已经成熟了 他不得不下地狱 但是下地狱多久出来 就不一定 要看他下地狱之后 或是下地狱之前 有没有改变 那么下地狱之前 就算改变 也不能改变 他下地狱的这种果报 那个我们就说 他已经成熟 那佛陀为什么 受计提伯达多 一定会下地狱 因为他后来 他后来就是受这些外道的影响 认为没有善恶 没有夜暴 所以你不用担心 佛陀跟你讲 那么会下地狱这件事 你不用担心 根本就没有地狱 根本就没有恶业 那他相信了 那相信了 就叫做断善根 那断善根 就没办法改变了 没办法改变 因为你不可能 你不相信有善恶 你不可能去改变 你也不可能去忏悔 那所以就算你要忏悔 时间也来不及 那因为他 会形成障碍 所以 所以才会受计他 一定会下地狱 那我们说 即使是五逆十二 那 灵命中 灵命中 如果还没成熟 比如说观无量寿经 那个五逆十二的 照理讲是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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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就算五逆十二的 你灵命中有没有改变 它也影响你在第一的情况 其实还是会的 因为五逆十二的罪都是 你只要做了 他就会成熟的罪 那么其他的罪 就不一定 其他的恶业是你要做做做 累积累积到一个程度 才会成熟 那是不一样的 那像观无量寿经里面讲 那么 照做五逆十二的 地狱向前 地狱的向现前 就是他果报成熟 那么这个时候 他即使没办法念 心里面没办法意念 他嘴巴大声勉强的念 念南无阿弥陀佛 念十神 他就可以不多地狱 那么这有没有可能 那么 唯一有可能 一夜报理论来讲就是 那么他的夜没有成熟 将成熟而未成熟 那就有可能 那么如果已经成熟 如果已经成熟 那么即使他灵命中改变了 他也不能改变他的夜报 是不能的 因为一夜报理论来讲 只要成熟就会受报 互作业必受报 一定会受报 只要成熟就会受报 那不管是善业跟恶业 所以菩萨来人间 都是成熟众生的善业 那么让众生的恶业断相续 让众生的善业相续的 那么他依他自己的业 他就受报 并不是菩萨给他的 没有 菩萨引导他 让他做善业 去掉恶业 离二向善 然后再让他种下无肉的 这个业 就是向解脱的业 那么这样他得成就的 但是像要下地狱的人 造恶业 如果他没有改变 他可能下地狱 只是讲可能 那表示说他的恶业还没成熟 但是如果你在灵命中之前 没改变 那你就可能下地狱 那就好像那个时速很快 前面是悬海 大海了 你再不踩刹车 你就会掉进海里面去 那么 那个踩刹车的距离 如果你是时速100 你就算骰刹车 你也前面也不会马上 马上停起来 那所以要看你的时速 就是成熟度 成熟度 那佛陀会受尽 基本上就是 就算你现在踩刹车 你也会 你那个推力也会让你掉进去 已经成熟了 就不能不受爆 但是受爆是受爆 他也会影响你 受爆之后多久出来 那么你在地狱里面 你有没有忏悔 地狱里面可不可以忏悔 基本上是不容易 三恶道都不容易 在地狱里面不能讲不能 因为我们也不是 不知道确实的情形 但是基本上是不太容易的 因为他那个苦 让他没有办法起其他的念头 那基本上是这样 那在下地狱之前 他如果可以忏悔 那么他就有可能改变 那么即使没有办法改变他下地狱 但是可以改变他在地狱的时间 跟受的苦 其实是可以改变的 其实是这样 所以因为这样 所以大圣佛法 就算你造恶的人 他还是给你一丝希望 那么就算没有办法 至少在你从地狱出来 你那个心 因为你在下地狱以前 你有那个心 想要改变 那么你从地狱出来了 比较会改变 其实是这样子 所以我们不要认为说 那只要我在灵命中之前 记得念佛就好了 我就不会多地狱了 我告诉你 没有 就是这样子的 所以我们要了解这种情形 那么因为大圣佛法 它有一个 它有一个特点 就是永远给你希望 先让你欢喜 你送过这部经 你的功德会多大多大 你是天选之人 你是遇了多久 才能够遇到这部经 其他人遇不到 你遇到你相信 你是功德多大的人 你是善根多好的人 特别密教 更喜欢宣传这个 然后你先给你欢喜 这个是大圣的特点 这个也是佛说 佛说要先契机 先让人欢喜 然后就赞叹你 这个当然也很重要 然后慢慢 造恶的人先给你希望 给你无穷尽 你只要愿意改变 他就能够改变 但是 改变不是现在改变 可能是未来改变 那有些是这样子的 这个我们要稍微知道了 大圣佛法在弘扬佛法 这一部分 确实有它的独到之处 真的 那么可以让佛法 因为大家欢喜 而且可以让佛法传的比较远 不过 那像密教的话 那就更加倍了 讲到更是不可思议 了不起了 那其实 就你只要信了 你只要送了这个之后 你只要念了这个经 你过去的多少 多少夜都会消掉 你没有的功德 我一下子都会聚集 就 听了 讲的是很好 听起来 听起来很高兴 那实际上没有这样 实际上 但是它 有时候是 从因说果 就是 你现在能够这样 那你未来 比如说 举个例来讲 比如说花花镜 若人散乱心 入于塔庙中 一称南谋佛 皆已成佛道 如果一个人 那么也没有专心 没有专心 也没有真正的 也没有真正的说 内心自成的归一佛 若人散乱心 入于塔庙中 就来游览的 游览游览 然后看见那个佛像 看见大家都 南谋佛 他就南谋佛 他也不是真正内心对佛 有怎么样的 那就爱念不念的 那因为大家都念嘛 他不念又不好意思 若人散乱心 入于塔庙中 塔庙就誓愿 实验有佛像 比如这里有佛像 那我们南谋佛 他就跟着南谋佛 心里面也不是 也不知道什么叫做南谋佛 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南谋佛 他就跟着念而已 若人散乱心 入于塔庙中 那么一称南谋佛 只有念一遍而已 皆已成佛道 现在都成佛了 有可能念一声南谋佛 就成佛吗 不可能 但是为什么这么讲呢 他是说 后来你经过几大阿真其解成佛 是因为你从那个一称南谋佛开始的 开始有一个佛圆 善缘 那这个善缘 你听过蝴蝶效应吗 蝴蝶效应 这个巴西 那个雨林里面一只蝴蝶 煽动翅膀 那么连锁效应 那么形成夏威夷的台风 但是不可能每一个蝴蝶都行前一个台风 那就惨了 那么多蝴蝶 那么台风一下子就摧毁掉整个世界了 不可能 但是有可能这个循环就连续循环 循环循环 然后越来越大 像滚水球 滚雪球一样 如果你连续 从那一面之后 然后你开始连续连续 它会产生一个很大的效用 那这一种的 那比吉格利来讲 大致里面提到 这个有一个老人要出家 那么 所有的阿罗汉 关他都没有善根 没有善根 那么老啦 你再出家也没办法 就都没有要跟他剃度 这个老人想说 他想要出家没得出家 那就在旁边哭 那佛陀回来的时候 诶 但是在这里哭 他说我要出家 没有办法出家 他们都不帮我剃度 那么阿罗汉为什么不帮他剃度 这个是故事 故事而已 那是因为 这些阿罗汉 观察他没有善根 所以不跟他剃度 佛陀看了一下 就帮他剃度 没有几天就证了阿罗汉 那么 这些 这些阿罗汉都很奇怪 我明明我们用宿命通 观察他 过去 都没有种善根 这一生 不太可能得解脱的 佛陀说 在八万 因为阿罗汉的神通 最 最 最远到八万大劫 八万大劫以前 他是看不见的 那佛陀看到八万大劫以前 他说 这个 这个老比丘 在八万大劫以前 因为到森林里面 砍财 被一只老虎 那么 下到 爬到树上 念了一声南摩佛 那这一声南摩佛的功德 经过八万大劫成熟了 有可能吗 也不可能 那如果是这样 那好了 那我不知道念过几声了 我就 我就等 我就一定都可以等到成佛吧 哪有可能 不可能的事情 但是这个是从英说过 他并不是说 救那一声南摩佛 而是 那一声南摩佛之后 那么他觉得 哇 那么这个佛号 也许啊 那个佛号让我产生力量 那个老虎不咬我 他觉得后来慢慢去研究 也许在八万大劫里面 他已经有休闲 他不是没休闲 可是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阿罗汉怎么会观察不出来 他八万大劫中有休闲呢 如果单单只是八万大劫之前 一声南摩佛 那么 他就这样善根自然成熟 那么 当他八万大劫之后 就解脱 那是不可能的 因为成熟必须要相续 所以说我们要分别掉很多关系 有一些他就是给你鼓励嘛 给你信心嘛 佛法他基本上都是这样 业要成熟才会受报 业 那这个业有分善业恶业 那不管善业还是恶业 他都必须要成熟 他才会受报 那这个受报就有苦跟热的差别 苦跟热的差别 如果是善业他就是受热报 那么恶业他就是受苦报 那么成熟一定是要相续 相续基本上 心就是他那个心善心恶心 那么心 那么造业 心思维造业 所以思维就是他 他经过思维 然后他造业 所以叫故作业必受报 那么造业持续的造业 心相续 思维相续 业相续 那么他就会形成 形成种业 他就会形成种业 形成种业 那么种业就容易受报 他就会受报 所以我们都是随众 那么造业 那么变成一种习惯 那习惯 习惯的思维 习惯的心 习惯的思维 那么他就会变成 他就会变成习惯造业 你习惯有这种心 遇到这个境界有这个心 遇到这个境界 他习惯造这种业 就好像有些人 喜欢喝酒 那么看到酒 不喝很难过 喜欢抽烟 一样 喜欢 喜欢骂脏话 也一样 他就是习惯 那习惯的话 有时候 他本身是 他已经习惯这样了 所以他也不知不觉 他都这样做了 他是没有正面正知的 就是说他已经任运了 就是习惯这样了 好跟不好是这样 所以佛陀会教导我们 在做每一件事情 我们都要有正面正知 我为什么 我现在在做什么 我为什么这么做 那种力量比较强 那你习惯 因为基本上是从 你过去的心思维来的 那么他就不知不觉就造业 不知不觉就造业 好的不好的都是这样 那你习惯了这个心 所以我们说 人往生 后来受报 后来受报 基本上就是随重 就是随重 随喜 随念 念当然就是这里 那么念念相续的 那么随这个 他都必须要相续 那如果你没有相续 他不可能成熟 你不可能说我一个善业放在这里 那么等到八万大姐 那个是外道的说法才这样 那么时间到了就解脱 没有 等了八万大姐 他自己成熟 他自己不会成熟的 如果你没有给他相续 这个业自己不会说时间到了 等到他自己成熟 不会 他必须要相续 因为我们所造的业可太多了 比如说那个老人 他难道只造一个这个善业吗 那他造的二业难道不会成熟吗 他其他的业都没有作用 就只他南无佛这个业 他有作用吗 不可能嘛 所有的业都会有作用啊 那那过去 过去如果业比这个重的呢 所以他怎么不成熟 不是 不是这样子的 他一定要经过相续 那么所以你念佛 要念念相续 要若一日到若七日 修四念处也这样 修七觉知也这样 那么你念念相续 你那个力量就有 他就容易成熟 那么你的心 你的业 你的缘 那他就容易有 心业缘就有 那么你这个习惯 你造这个业 他就会感召同样的 同类的 那么容易在遇见同样的境界 就是说你那个业 会招感那个同样的 同样的人 在让你起那个心 在造那个业 那么所以你必须要改变 但改变你的心的时候 几个例来讲 你常常跟人家去喝酒 那你动不动就会 遇见有人要邀你喝酒 遇见的人就是找你喝酒的人 就是这样 那找你喝酒 你就去喝酒了 喝一喝 那么过几天又有人找你喝酒了 就是这样 那你现在比如说你在上课 那么也一样 那就很多人会找你上课 你就自然而然会感召那个因缘 那其实是这样的 那很容易让你的业相续 心相续 那缘会相续 缘会相续 那么这个缘又会起这个心 就会造这个业 比如说那你喜欢喝酒 大家都知道你喜欢喝酒 想要喝酒就会打电话给你 你喜欢打麻将 大家三缺一了 就会打电话给你 你就去了 所以自然会记得你 那个因缘 你那个业就会 你那个业 你那个业就自然有那个缘 那个缘就起那个心 那个心又来造那个业 那个业又找那个缘 就这样 那渐渐渐渐渐 他就不断地相续 那相续就成熟 成熟他就会说 不管善跟恶都是这样 不管善跟恶都是这样 那这个我们必须要知道 好 就是对佛法的观念 我们要正确 我们才不至于 就会有那一些 他有时候是方便所 有时候是为了鼓励 给你信心的而已 给你希望 但是你不要这样误会 那从因缘果嘛 就是说他 他经过努力之后 那么最早的因是这样 就好像你发菩提心 你可以成佛 但不是所有 发菩提心的人都成佛 发菩提心 然后要意愿起修 然后再行六度四射 然后最后圆满成佛 但是从因上 从因缘缘 发菩提心可以成佛 意思是这样 讲念佛成佛也是这样 那你念佛可以成佛 不是你念佛 你念 那个念还是心念 那不是口念 在《观五亮寿经》讲 你要心念都念不出来 那你就口念就好 那么 不是讲你念佛就可以成佛 不是 念佛要经过学佛 然后要经过不断的相训 学到圆满你成佛 其实是这样 那但是我们就直接讲 念佛就成佛 那其实不是这样子的 那这个大家 就是说学习佛法 有时候有一些正确的观念 不然你就会有一点点 就是 就是 有一点觉得好像 好像有没有什么特殊的方便 或是有没有什么 比较快速的方法 我做的比别人少 但是我得的比别人多 就是有一点 投机取巧的心 那么 不会按本分做 就不会 那么这样对我们的修行 是没有帮助的 你总是那种投机取巧的心 就是 我掌握了特殊的方法 超越你们 你们又用很久才能修道 我不用 其实不是 很多东西 你没有具足 你就是不行 好 那这个我们稍微要知道一下 我们再往底下看 那么他说 那么其他的六师 都没有这么说 都没有这么说 这弟子命中 都没有说 这个某某人生到哪一个地方 某某人生到哪一个地方 某身比处 某身此处 因为他的弟子很多往生的 那往生的他也没有去讲 这个弟子生到哪一个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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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佛陀就有 我先生你 我之前有一点华语 为什么沙门取坛 他说得如此法 他可以这样 那到底是真的假的 因为真的生到哪里去 不是生到哪里去 老实讲 其他的你也不知道 也看不到 那真的吗 佛告先你 就是说 因为先你去问佛 那其他的六师 他也都去参反过 都没有这么说的 那么为什么你可以 预计你的弟子 时候到哪里到哪里 其实 我有一点怀疑 不晓得这个是真的吗 你说到哪里到哪里 这个是真的吗 佛就跟先你说 那么 奴墨生你 你不要怀疑 以有获顾彼则生你 一个人会有怀疑 一定是他对道理不清楚 那么所以他会怀疑 疑惑 先你当之有三种诗 他说 就是 这个 我们六师外道里面 他基本上就把它分做三种 基本上是分三种 他说 当之有三种诗 有一诗 见现在是 真实是我 如所知说 而无能知 命中后世 世明第一诗 出现你时间 当之 当之 你要知道 现在在这个世间 那么 领导大众 领导大众的 基本上 这个 这个老师 基本上有三种 第一种 是 看到 现在是 真实是我 那么 如所知说 就他 因为他看到现在是 真实是我 所以他就说 有我嘛 但是他无能知 命中后世 那么 世明第一诗 出现你时间 但是 有没有未来诗 他不知道的 他不知道 另外有一诗 见现在是 真实是我 命中之后 亦见是我 如所知所 那么 他认为 离这个五蕴之外 有一个我 但是 第一个就是 现在是 就这一生 这个五蕴就是我 但是 死后 有没有我 他没有办法知道 那么 这个是 当然 这一个 一般就是说 断见 跟常见 如所知说 那么他就说 他所知道的 这样去宣说 这个道理 不知先你 有一诗 不见 现在是 真实是我 他不认为 现在是 有一个真实的我 亦不复见 命中之后 真实是我 那 其实他这个就是 把外道分成两个 一个断见 一个常见 那么 第一个 现在是 真实是我 但是 命中之后 没有 这个是断见 断见 一般我们就是 这样来讲 其实就是 急运我 现在是 现在是 这个身心是我 但是死后 就没有 那么第二个是 现在是 真实是我 ,命中后 意见是我 那么 一般来说 这个叫做 离运我 就是说 我在这个运里面 但是 我死了之后 这个身心 毁灭了之后 不在了之后 这个我 其实还存在的 那么 其实是这样 那第三个 其实就是佛陀自己 不见 现在是 真实是我 因为不管断面 不管断见 跟常见 急运我跟离运我 都认为 有一个真实的我 那 其实是这样的 好 所以 这个 亦不复见 命中之后 真实是我 那这个是佛陀 那么 现在这个我 不是真实的我 死后也没有一个 真实的我 不变的我 也没有这个 先你其第一师 见现在是真实是我 其所之说者 如所之说 就是 他认为 现在是真实是我 所谓的我 就是 就是 这个五蕴身心而已 离开五蕴身心 没有一个我 那 这个我 就是真实的我 没有其他的我了 那 所以 但是死了之后就没有了 这个我 就不存在了 不再有作用了嘛 那这个是断见 那么 第二师 见 今世后世 真实是我 如所之说 则是常见 那么 五蕴之中有一个我 离开这个五蕴有一个我 我 有我在这个五蕴里面 那这个我才会运作 但是这个五蕴没有了之后 那个我才会 还是存在的 有一个真实的我 所以 这个是常见 第三师 不见现在是真实是我 命中之后 亦不见我 事则如来 应等正觉说法 爱断驴毅灭尽涅 就是 这个是如来所说 那就把 那现在这个事件 大概 有三种说法 一个是常见 一个是断驴 一个是离常断驴的佛所说 那么 常见 外道说的 断驴也是外道说 这个仙女 就跟佛说 世尊 我闻世尊所说 还更真理 他说 你这样说 那我现在更挥矣了 他说 佛告仙女 正应真理 所以者此甚深处 难见难知 应须甚深造 唯妙 智道 充会所了 凡众生类 未能辨知 佛跟他讲 因为 仙女跟他说 你这样说 我就更疑惑了 我说 本来就 应该会疑惑 为什么呢 因为 这样的道理 非常的深 甚深 不是容易 我们可以知道的 难见难知 应该 要怎么样才会知道 应该要甚深的斯文 甚深造 就是观照 你要非常细微 深度的去观照 那么 因为这个道理 那么 观照到这些唯妙的道理 那么 他说 这个智道充会所了 就是 你没有真正的智慧 一般是无肉慧的 或是 你没有真正的政见 你是不容易理解这些道理的 那 那 一般的凡夫众生 一般叫做愚痴无闻凡夫 凡夫众生 那么 是没有办法 理解这个道理的 从那里去见到这个真理的 正法 那么 众生长业 众生无始于解来 长远以来都是这样 亦见亦忍 忍就是知道了 就是有那个智慧 那么 亦求亦遇过 就是 众生无始于来 他所知道的 所见解的 所信仰的 所欣求的 那么 所喜好的 都是 跟正法不相应的 我们的习惯 就是说 一样嘛 我们习惯 喜欢说 我念佛 就可以消业障 那么 你都不晓得业障 到底是什么 那业障到底是要怎么消的 为什么可以消业障 那你都不了解这个道理 那你只是很虔诚的希望 那么 我念了佛 佛就帮我消业障 那你也不晓得 念了这个咒 他就可以 灭五逆十二的罪 你都不晓得 那五逆十二的罪是什么罪 那为什么这个咒 可以灭这个五逆十二的罪 那要怎么灭 那如果是这样 那是不是所有的人 念了这个咒 都可以灭五逆十二的罪 那这样 那灭罪不是很容易吗 那 那这样 那为什么会害怕造罪呢 你只记得 只要照了五逆十二 赶快念这个咒就好了 那这样是对的吗 就是我们一般的人 其实不会去想 不会去想这些东西 那么我们只觉得 哇 这样想太好了 我就这样做就好了 那么 所以 有一些人 他没有 很多道理 他没有很深刻的 很细致的去观察 去理解 就是我们讲没有如理思维 那所以 那他才会讲 这个众生长夜 就是五十一节以来 那么都是 亦见亦忍 亦求亦欲 就是 对于正法的真理 他不同的看法 他是他所理解的 他所信仰的 他所知道的 他所追求的 他所喜好的 都是什么 都是跟正法不相应的 因为这样 所以才不容易理解 那么仙灵也是 所以佛陀跟他讲 他说 那世尊你这样讲 他都不讲世尊 他都讲渠坛 他说 那么你这样讲 那我更迷惑了 那本来你就会迷惑 因为你长期以来 你的思维就不如理 大部分人都这样 你的思维就不如理 所以你不容易听到这样 你就很容易明白 因为你都是用 世间的思维来想事情 那所以 你不用缘起 不用无常 不用无我的道理来想 那么这一些 在外道里面 是没有这样想过的 那所以 当你听到这一种 无常无我 缘起的道理的时候 你当然 你没有办法理解 那这是正常的 好 我们先下课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